少妇来找大夫看病,可不料刚一把脉,男人发现了女人并不简单,于是赶忙让徒弟关上房门。 看着女人想要逃跑,男人直接将她按在了桌子上,然后利用自己的透视眼看到了女人身体里的异样。 在男人的一番操作下,女人体年的异物成功被取了出来,可没想到却是一串生锈的鱼钩。 原来,女人是一只活了几百年的鲤鱼精,由于贪吃鱼饵才导致了如此, 你无罪你,我救你一命,那是上天有好生之德,今后不要太贪,未相之欲。 而就在这时,屋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撬门声,男人赶忙让徒弟将其打开, 只见当地的保长带了一个军官闯了进来,因为大帅马上就要迎娶他的第七房太太, 所以就以百姓同喜同乐为由,让每个人都要上交一名银员来当克里爷。 你和顺子只要交两块就行了,好,保长,你眼瞎吗,这里明明有三个人。 听到了军官的话,保长连忙解释,此人只是个看病的病人, 可军官并不想听他的废话。 难道这不是人吗? 为了不让对方李玉京的身份暴露,男人就决定代替女人出了这个钱, 他利用法术将刚才的鱼钩变成了一枚枚的银员, 没想到军官还算讲究,只拿了三枚放进箱子里, 结果就在保长离开后,他又将圣祭的银员装进了自信的口袋中, 然后潇洒地离开了这里。 此时的城内到处都是拿枪的士兵, 他们就如同土匪一般不断在街上抢夺老百姓的钱财, 甚至还为了一尊纯银佛像将人杀死, 村民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。 到了晚上的时候,军官就瞒着大帅将自己搜刮的钱财偷偷藏进了箱子里, 可没想到白天从大夫那儿拿来的银员竟然变成了一个个的鱼钩。 此时的他瞬间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, 于是到了第二天,军官独自了到医馆准备一探究竟, 没成想,大夫今天出门禁药并没在店里, 眼看自己扑了个空,军官就让徒弟伸出手。 把这个交给你师父,就说,有空我会再来的。 等到军官离开后,小徒弟就拉响了一旁的铃铛, 紧接着男人就从屋内走了出来, 看来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,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,军官又突然带着一对人马折返了回来, 而看到这儿的男人却丝毫不慌。 话音刚落,军官就率先出手, 可没想到男人的身形变幻多端, 无论他如何射击都没能打中对方, 随后男人又侧身一跃消失在了柜台中, 没抓到人的军官为了给大帅交差, 只好将屋内东西全都带了回去, 就连墙上的壁画他们也没放过, 可此时的军官却并不知道, 既然到底惹上了一个怎样的存在。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, 发现壁画不见的男人无比伤心, 因为他死去的女儿就住在里面。 这个男人随手一挥, 眼前的壁画瞬间就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, 而他竟然在这幅画中将已经死去十年的女儿抚养长大, 为了不让女儿在画中寂寞, 男人还利用法术给他变了一个玩伴, 然而女孩却对这一切浑然不知, 还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自己母亲, 男人叫德一, 是御清宫德顺仙人的亲传弟子。 就在十年之前, 邱坚持为了得到浮屠秘术, 竟然偷袭自己的师兄德顺仙人。 你来晚了, 秘术, 请传给德一了。 在得知秘术已经被传给了德一时, 邱坚持就抓来了他的妻儿作要挟, 眼看德一迟迟不肯交出秘术, 邱坚持竟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妻子。 就在他要对婴儿下手的时候, 德顺仙人用尽最后的力气, 成功摧毁了对方的天幕, 让他法力尽失。 等到邱坚持逃走后, 德顺仙人也已经游进灯窟, 虽然婴儿被成功地救了下来, 但他的元神正在慢慢地溃散, 要想保住性命, 就必须让他生活在阴阳之地的结界之处。 说完后的德顺仙人便领了和饭, 至此之后, 德一就将女儿藏在了壁画中, 每天都要用秘术来为他运功疗伤。 很快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, 而当年, 失去法力的邱坚持选择了投靠大帅, 经过他的潜心修炼, 如今也恢复了大半的法力。 为了能够得到糊涂秘术, 邱坚持就准备借出大帅之手, 来寻找德一的下落, 因为他在来到这座城内的时候, 就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。 由于大帅想要称帝, 可邱坚持却说他命里缺少天阁。 那就, 这能没有什么办法。 听到了大帅的话, 邱坚持就告诉他, 只有找到德一手上的糊涂秘术, 才能为大帅逆天改命。 果然在经过了一番查查过后, 前来塑刮潜测的军官就发现了德一的线索, 虽然没有抓到他的人, 但是却将他藏有女儿的壁画给拿了回来, 这顿时就把求千尺给高兴坏了。 而另一边, 看到壁画被偷走的德一非常伤心, 于是他换上战袍, 只身闯进大帅府营救女儿, 可没想到对方早已等候多时。 看到德一的到来, 邱坚持先发之人, 直接使出一招木盾准备向他困住, 而被束缚的德一则利用水盾破除了对方的束缚。 紧急着他又释放出了几颗螺旋丸进行缓击, 结果却被求千尺的游女虫给啃尸殆尽。 这一通精彩的表演, 让坐在一旁的大帅不停地拍手叫好。 德大夫, 我真是命不虚传。 德一知道大帅的心愿。 哎呀, 德大夫真来深险业。 不过我有个条件, 让师叔把话还给我。 贤嘴, 你看。 听到了德一的话, 邱坚持就答应了他的要求, 随后德一就开始施法, 利用浮屠秘术为大帅成功改命。 可就在他想要拿回壁画的时候, 邱坚持却利用德一的女儿来作为要挟, 且让他交出浮屠秘术。 结果下一秒, 女孩的身上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光芒, 直接将邱坚持真的口吐鲜血。 原来, 德一为了让女儿活命, 已经将浮屠秘术灌入了他的身体里。 浮屠秘术, 根本不是什么你想象的法术。 他是风之手政, 此为星魂的一套法门, 就是不让他误入像你和大帅这样的奸淫邪恶之徒。 话音刚落, 邱坚持的身上就燃起了天火, 最终化为了灰烬。 与此同时, 另一边的大帅也没有被逆天改命, 而是被德一给变成了一个白痴。 故事的最后, 德一就带着那幅壁画, 和女儿选择了远走高飞。